说到台南夜市的营业时间 在地人有一个口诀就是大大五花大五花 而其中的五指的就是五胜夜市 但日前传出本来只在周三周六营业的五胜夜市 未来每周五将会加开 消息一出引发了摊商的反弹 因为多数摊商周五都在其他夜市摆摊 摊商还指控夜市管委会强迫摊商 要多付加开日的格位租金 否则就要让出承租权利 但对此夜市管委会也澄清绝无胁迫 台南夜市远近迟名 由于各夜市并非每天营业 当地人也想出口诀来记忆 那就是大大五花大五花 其中五就是五胜夜市 但现在传出五胜夜市即将新增周五营业日 翻开夜市通知书明确显示 据了解在第34年的台南五胜夜市 未来每周五将加开 预计九月实施 消息溢出也引发摊商反弹 尽管夜市管委会 针对加开营业日的来龙去脉 曾经说明 但争议可还没落幕 拿出夜市摊位窃结书 摊商还指控夜市管委会 不仅硬要加开周五 还强迫摊商得多付加开日的隔位租金 否则就得被迫让出周三周六的承租权利 如果你没有意愿的话 你三六就要放弃给礼拜五的人 这是两件事情 我营业礼拜五也没关系 可是礼拜五的时候 你就是要让出来 民事的范畴 我们没有公权力来介入的一个空间 尽管公权力无法介入 但相关单位仍尽力沟通 而随着午盛夜市加开营业日 大大午花大午花 这句夜市营业口诀 恐怕成了觉想 新的记忆方式 民众得再想一想 接下来黄木齐一台报道